11亿年度公职人员财产定期申报 将于11月1日起展开 新系统今年正式上线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为辅导同仁 熟悉新系统操作界面 帮助申报人如期如是完成 也提醒公职人员遵循利益冲突回避相关规范 日前在市府阳明市正大楼举办 11亿年公职人员财产申报 及利益冲突回避专案法及宣导 吸引教育局、学校校长、教职员及卫生局人员 近300人参与